熱辣辣的雞煲是不少人的冬天之外 李醫師示範的這個雞煲 更加特別為手腳冰冷、氣血不足、貧血和疲累的女性而前 因為他們手腳冰冷都是一個寒症 所以我們會選一些溫補的食材 例如黃雞、木耳、紅棗、狗杞 都是一些補氣血 而且不會太過進補的 即是綠蓉、綠尾巴等 這些食材很容易儲熱 鮮珍鹽、糖、生抽、老抽加入碗度 老抽可以令雞肉的色澤更加上色 加入生粉 用手勁醃料拌勻 放入冰箱半小時 焦熱鍋、下油、加入薑片爆香 薑有溫味止藕的功效 然後就可以放些雞進去 收中小火以免煮焦 蓋蓋、等雞肉焗一焗 再開蓋、加少許水以防太乾身 加入木耳、杞子、紅棗 再加少許水 保持水分繼續焗 蓋蓋中小火煮大約兩分鐘 加黑糖、加密紹酒 開大火再煮一分鐘 關火、蓋蓋又焗一分鐘 重複兩至三次直至雞腱熟透 如果濕熱體質的女士 就不適合吃雞煲 她的表現就是便秘、暗瘡很多 喉嚨痛 這些就叫做濕熱表現 如果濕熱不是很厲害 一、兩顆暗瘡、粉刺 都可以吃 在吃的時候就不要加太多酒 這個雞煲就沒有熱氣了 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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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